注重的是那個份量嗎 還是 不管菜是那個份量 我覺得都很重要 對 小時候當然是注重的是那個份量 量 小時候最怕的是去那個地方 他幫你分好 你分一分 他就不能再一下 一鍋那個 對 一鍋那個 就是比如說雞湯 我們就是要吃那個雞肉 它不是湯弄完它就端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端走什麼意思 但那個時候 對 那時候就是在我最注重份量的時候 那時候20歲 參加一個球隊學長的婚禮 他就辦在中和的那種 港式海鮮酒樓 很大一間 海鮮樓 對 其實那種菜是很棒的 你知道嗎 沒錯 很重要 我們那一次就是 練球練到比較晚才去 聽說他好像人數 桌數沒有算好 就一直加開... 爆了 他到後來桌子是直接放在馬路上面 是真的... 對 馬路上面放了大概三四桌 那我們最晚去 我們又最小 那我們當然就坐在外面 OK OK 餓死 練完球 餓死了 然後好啦 我們就開始等 第一道菜 很少看到第一道菜 上的是甘草牛河的 怎麼會是甘草牛河呢 怎麼會是甘草牛河 對 OK 餓啊 OK 餓就吃了 會比上加桌的應該就來不及炒 對 我們一等 沒有菜了 沒菜 然後過了一下 開始各式點心上來了 一龍一龍 各式的點心 他來不及 對 全部上來 來不及備菜了 然後就開始 第三道他就 他們就感覺是有什麼就上什麼 開始上湯了 然後我們的湯呢 我們就看 因為我們有看到前面的那個湯 柏跳牆 雞湯什麼的 對不對 玉米濃湯 好酥喔 隔壁 應該隔壁掉了 是隔壁的 是隔壁的 然後我們再看隔壁一樣 放在路邊的不一樣的湯 酸菜白肉鍋 他們就變成有什麼就上什麼 亂上就對了 就是把你餵飽就對了 就是把你餵飽 也不能說亂上 就是他們有什麼多的 因為他們很忙 那天聽說加開了十幾塊 二十桌 就一直上 一直上 沒有 那就是備菜備不夠了 所以有什麼就給你們吃 我真的會很恐怖 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我也是備菜備21桌 有人就是 就真的就是爆桌 爆桌 那個應該已經比較備菜 那時候怎麼樣 再辦一場 對 已經就是爆21桌 20桌是人家 是不是連遊民都過來 也沒有 因為有些人到過來就比較多 對...球隊那時候六隊 阿莎里 對 然後來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包紅包 去對面吃 嚇不嚇不嚇不 有些人包完 真的沒有位置 然後只好又回到台北 然後我們就真的就 被人家罵得要死 因為我們在婚禮現場 根本不知道 對啊 最忙 你那邊最開心的是 推賣大腸包小腸的 他在外面 在門口又很長一國 非常開心 我吃過一個喜宴是 那個是我永生難忘 也是一個 那時候是志遠他們的一個學長 也滿有名的 但是我不知道說 他們家鄉下有這麼鄉下 是我們就穿這麼漂亮 他們家要跋山涉水 就是你知道要渡河的 是渡河 是渡河 是渡船 部落 就是要渡河 就是要他們家在對岸 就是走那個溪就是 小溪了 小溪就是你們下去那個 身高不高的可能到我們腰部 那麼高 天啊 但是他們就說 我們有準備雨鞋換一下什麼 但是我們都已經裝髮好 要換雨鞋 然後就穿到我老公就說 沒關係啦 我抱妳 我背妳這樣子 然後就好不容易到那邊 就已經 就心情已經不美麗了 對 我們又在那個 他們是請在一個那種 學校的那種禮堂外面 有點辦戶外 因為山下也是 都很愛參加婚禮 那種11點都已經坐滿了這樣子 他們想說菜色 有電子花車嗎 也沒有 他們都是請 就是自己唱 我的一顆星 有... 沒有 都是女主持人 都穿得很豐盛這樣 然後我不能就上菜了 因為又很熱 他們那邊不知道是 離那個水果田 不知道是西瓜田 還是鳳梨田很近 然後我想說 真的很熱 有點不想吃 想到我想要吃的那個烏骨雞湯 然後前面幾個 都有點被人家拿走這樣 我要拿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人在拿菜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以為是什麼 鬥疏血魚還是什麼 一夾的時候你知道 那個蒼蠅就飛走 這樣子 好燙喔 很可怕 你知道嗎 那個蒼蠅是 已經蓋過那個菜色了 我都不敢動 因為那是戶外 對 然後很像 離那種什麼 西瓜田還是鳳梨田很近 然後我想說 烏骨雞湯還沒有打開 那個保鮮膜應該 應該比較安全 對 很安全 這樣我就說 趕快 趕快夾進去就趕快拿出來 我就叫志遠幫我夾這樣子 然後好不容易可以夾 我想說 貓拿到一個翅膀還不錯 正要吃的時候 又聞到一種怪怪的味道 那個烏骨雞湯喝了一口湯 你知道那個臭聲鼻有多重 所以唯一想要吃的一個湯而已 而且我跟老公 已經就是有一點名氣了這樣子 我們還包不少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是這樣渡河過去 然後又吃到那個臭聲鼻的 烏骨雞湯 你知道已經就是心情不沒力 然後那時候已經 也有很多球員什麼有名的 都已經上台 致詞 唱過歌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我已經很不想去 我的臉已經垮掉 然後他們就說 我主持人說還是要去 露個臉什麼的 因為中間又有下雨 因為請在中午傍晚 因為六月 下午會那個 就會下那個 露雷湯 對 就已經有下過雨之後 然後我們好使不只要上台的時候 那個遮雨棚已經有一點像 那個水已經這樣彎了 我們一上去 每天多久的時候那個水就 這樣子 我老公就直接 把我這樣攻注這樣 然後他就整個這樣淋到 我整個整場就覺得 這是夢宴 真的是 整人節目 整人節目了 其實我們就是 也真的是很怕 有時候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去做婚宴 真的挑戰很多 真的很挑戰 也最遠做過 最偏僻的 也是就跟順利湯在一個 就是很偏僻的鄉下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當地的 有點像一個里長 然後宴請也是超多的 超多人 然後在一個海灘 就是一個空的海灘 搭棚 然後叫外匯 可是叫外匯 他跟我們熟悉的那種飯店 或是婚宴會館上菜是不一樣 他就是阿婆很多 會排隊擠在那個就是出菜口 然後等著那個菜一來 然後就上那個推車 然後大家就趕快就推出去 阿婆的信念只有一個 他就是趕快把這些菜 通通推完 推完他就要趕快下班了 可是我們其實在 就是婚前都有跟那個 我們只能夠對到總鋪師 我們不可能對到所有的阿婆 我們就跟總鋪師講說 我們今天有什麼活動這樣子 那我們上菜的速度要控一下 對 尤其最後的水果一定要押給我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看到水果 我們就覺得說差不多該離開了這樣子 結果那天真正開始的時候 阿婆就是全場紛飛的 不停的去送菜 然後對 然後眼看 對 就是已經只剩下 最後一道鹹菜 可是我的新娘她還沒有 感謝爸媽 她也還沒有抽捧花 她還沒有換第三套禮服 對 已經上上最後一道鹹菜 下一道就是水果 中間我們一直去溝通 那都沒有辦法 阿婆她是把耳朵關起來 對 阿婆 所有的阿婆 是沒有辦法 到最後我們婚庫那一場 是我們大概幾個場後 就肉身擋在那一個 就是出菜的場面 阿婆 不用在出菜 阿婆 肉身可以 等到新娘真的換完妝以後 才就是讓阿婆再進行賽 阿婆有時候脾氣來了 趙我 趙我 一 二 三 好 喝了 真的是很挑戰的一次 就是肉身擋阿婆的經驗 那種流水洗的就會很難控制 參加婚禮 說起來是一場婚禮 其實就是一場飯局 所以吃入口的東西是最重要的 是 我最重視吃的 因為我每次參加婚禮 我回到家裡 老實說 因為我已經是參加我先生朋友的 孩子的婚禮 我們已經是長輩了吧 所以大部分新郎新娘 我們都是不熟的 對不對 反正妳就把目標是要吃得好 對不對 你們如果是參加自己同學同事 你們很熟 還有得玩 我們基本上 已經位高權重的長輩了 就是穿得很得體 然後包多一點 然後坐在老人桌 那就是要好好吃跟喝紅酒 話不偷雞 半季國 所以菜季重要吧 對 我一個棚是上海一個金融集團 我們娶媳婦 全球矚目的年度盛世 對不起 也是節目項目之一 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內衣秀 這太誇張了吧 那個維多利亞的秘密 來 妳幫我拿 妳可以看到 來 各位 看到這就是他們 維多利亞秘密的內衣秀